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SPORT&JUTA频道 继上一期的新加坡奥运代表队后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中国队的奥运代表选手 根据他们的分组情况来做个赛程分析 中国队作为这家奥运会 唯一一个国家南满奥运名额的队伍 使他们在每个项目都获得了两个名额 今年势必将会再次向五金的目标发起挑战 他们就曾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做到过 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也取得了两金四银的佳绩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南双方面的分组情况 在会头号种子两尾坑王场被分派在了A组 同组的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谢定峰舒伟毅 英国的Bundayne Song Bandy 和加拿大的Dawn Adams in Una Okura 两王组合在之前对阵每位对手的交手记录都占据了优势 与谢定峰舒伟毅的交手记录为6胜2负 与Bundayne Song Bandy的交手记录为2胜1负 与Dawn Adams in Una Okura则是1胜0负 所以他们只要正常发挥 是被看好人在这个小组赛以正盟组成功出现的 比较难缠的对手也只是第五种子的谢定峰舒伟毅 而另外一组男装代表 刘宇辰欧选仪就不像两王组合那么幸运 他们被安排在了地主 不仅是唯一的一组需要打4场小组比赛 而且还要硬碰多位强敌 除了美国的Vincent出扎苏爱怨以外 其他的对手实力都非常强劲 当中包括了丹麦的Kemar Straub Anders Gowell Rasmussen 中华台北的卫冕冠军 李洋王麒麟和日本的保木佐朗小林悠武 尽管刘宇组合在近几个月的状态相对低迷 不过他们却有着与各组交战记录的优势 他们对Kemar Straub Anders Gowell Rasmussen的战绩为4胜2负 与李洋王麒麟是2胜0负 与保木佐朗小林悠武则是2比2平手 从对战记录来看 没有一组是他们处于劣势的 这样就要看他们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 能够回暖多少状态 毕竟他们还是有身高与经验上的优势的 尤其是刘宇辰也是上级奥运的银牌得主 可是如果他们还是向前几个月公开赛上的表现 那么他们就算之前的战绩再好 感觉也很难打败这些对手 接下来来到女双 双国第一女双陈青城贾伊凡 被分配在来一组 同组的有日本的松本玛又有人和可纳 马来西亚的陈康勒蒂娜 和印尼的艾普亚宁 虽然说是女双中的死亡之主 不过陈青城贾伊凡 可是四组里面实力最强的组合 与每个组合的战绩都是有着很明显的优势 他们与松本玛又有人和可纳是十胜两负 与陈康勒蒂娜的交手记录为六胜一负 与罗哈佑Rama Dante也是六胜一负 这样压倒性的交战记录 使他们备受看好能够以正门晋级八抢赛 另外一组女双代表 留胜舒坦宁则是被分派在了B组 千韵相当的好 与宝加利亚的Gabriala Stover Stephanie Stover 中国香港的杨亚亭杨佩玲和美国的 Ainizu Kairizu同组 这几组对手当中比较有实力的 应该是宝加利亚姐妹花Gabriala Stover Stephanie Stover 留胜舒坦宁在上次与他们的交战中取得了胜利 所以这几支组合应该对留胜舒坦宁造成不了威胁 他们应该也是能够以正门进入下一圈 接着再混双方面 第一种只正式为黄亚雄被分配在了A组 与韩国的金远浩正奈因 法国的Tom Z.Cowdall Phinney Deru 以及印尼的Rain of Rivaldy Pitha Haining Tearsmantari一组 雅思组合与Tom Z.Cowdall Phinney Deru的战绩为六胜零负 与Rain of Rivaldy Pitha Haining Tearsmantari为两胜零负 而对他们比较人造成威胁的施政奈因 他们的交战纪录为三胜三负 实力可以说是非常相近 虽然说雅思组合还是比较稳定 也被看好能拿下这组比赛所以的胜利 不过他们与韩国的这场比赛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另外一组代表 冯彦哲黄东平则是被分配在了地主 同组的由马来西亚的陈唐杰杜一位 新加坡的徐永凯陈薇涵 和美国的Vincent Suzenly Gay 当中实力比较强的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组合 冯彦哲黄东平与陈唐杰杜一位的交手战绩为两胜一负 与徐永凯陈薇涵则是两胜零负 只要不抱冷门 他们同样被看好能以这盟身份出现 来到女单方面 中国的两位代表都被分配在了下半区 首先是上届的奥运冠军 陈宇菲由于是赛会第二种子 直接被派到了P组 与与丹麦的Mia Blitzfeld和德国的Evan Lee一组 虽然说这两位的选手都具备不错的实力 不过陈宇菲与他们的交手战绩也是一面倒 尤其是与Mia Blitzfeld的交手记录为八胜一负 然后与Evan Lee也是两胜零负的佳绩 作为第二种子的陈宇菲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不需要打16强赛 就能直接进入8强 相信他在八强赛就会碰面队友和冰胶或者是印度的Sindhu 然后顺利再往下挑战的话 最有可能的对手将会是另一位前奥运冠军 Kaiorainan-Mairin 是位非常难缠且实力也很强的对手 刚才说到了另一位代表和冰胶 他被抽到了在安主 还英国的Kostigio Moore和阿赛拜疆的Kisa Fatima Azzaa同组 当中比较具备实力的是英国的Kostigio Moore 不过和冰胶与他的交手记录为四胜两负 要脱的小组赛应该不是问题 那么八强就会碰上Sindhu他们之间的交手战绩 是何冰胶以11胜9负稍微领先 还是有较高的机会能拿下对手 而输回八强将可能会是陈宇飞与何冰胶之间的内战 他们的交手记录是陈宇飞以8胜7负占优 不过实力都很接近的他们还是会拼尽全力拿下这场胜利的 因为如果他们真的造就了这个局面 将能够确保中国队有一位女单球员能顺利进入半决赛 同样的 由于被翻派在同一区 也无法避免一定会在八强赛相遇 使得中国队只能剩下一个代表晋级 最后 蓝担项目的第一种子选手石宇奇 被分在蓝组 同组的由意大利的Ziovani-Chocchi和苏尼南的Sharan-Apti 毫无意外将会顺利进入下一圈 而同样的因为第一种子的优势 他能够直接进入八强 而潜在的对手 可能是泰国的Kanlevet-Vitisan或是日本的西本拳泰 不过较大可能的是Kanlevet-Vitisan 石宇奇与他的交手记录为三胜一副 还是看好石宇奇能闯进半决赛的 如果他能顺利的进入半决赛 可能面对的潜在对手将会是丹麦的N Townsend 马来西亚的李子嘉霍英尼的金庆 都是世界前十的好手 而与石宇奇相反 中国对另一位代表 李斯丰被分配在了下半区 他处在的N族里有来自瑞士的 Tobias Koenzi-Hani-Lillian-Worruwapo-Juan-Apure 相信他能够倾取这两位对手 并在16强赛上碰面新加坡的洛建佑 他与洛建佑的交手战绩为两胜四负 虽然从战绩上来看李斯丰处于劣势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最后两次的交手记录 都是李斯丰取得胜利的 这也与他近年来的进步有关 所以说 这场比赛谁能够拿下胜利还真的不好说 相信将会是一场非常好看的较量 而如果李斯丰能成功拿下洛建佑的话 他将会面对的是未免冠军的安赛龙 有趣的是他并没有与安赛龙交手过 所以他们的较量也是充满了未知数 李斯丰近期可说是进步得非常快 但是有时的状态却是一个谜 曾在之前的公开赛 爆冷输给了实力比自己差的对手 不过其实只要他发挥得好 还是很看好他能够可以成为 这家奥运会上的黑马 说完了这十组的中国代表球员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瞬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喜欢hak五十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